好,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生意和画面 好,OK 那我们这节课呢 给同学们讲一下龙氏的柔性松解处 那前面呢 我们讲到了赫氏三通针对的治疗方法 同一个问题 我们有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方案去解决 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在我们的龙氏柔性松解术当中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窥纳式挖操作 但是不操作局部 不操作局部 我们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效果 那不操作局部做哪呢 这节课我们就讲 怎么做,做哪里,发多大的力度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一个变化 而且也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方法啊 一会儿季老师在讲的时候 同学们感觉很诧异 甚至是感觉这个手法 根本就想不到你会很轻松 根本就没用劲 但是它可以解决我们的急性症状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经过反复的临床应用跟实践 包括季老师一开始也打着问号去做 经过了反复的应用当中 会发现这个方法确实行之有效 而且做完之后起到 就是立刻起效 这个不服不行啊 这个龙氏他在这方面 确实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啊 那首先我们在操作推拿手法的时候 要知道24小时的急性期之内我们是禁止操作局部的 在局部上这个位置 我们不能进行强刺激的推拿手法操作 按揉都不可以 因为它有行气活血的作用 当行气活血太强了之后 就会导致局部的充血水肿 那会加重它的症状 尤其是如果你要去强力的去操作啊 第二天人家肿得更疼了 第二天本来人家还能扶着腰走路 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躺着起不来了 再给你打电话 再问怎么回事的时候 你就不好解释了 24小时急性期 一般我们建议冷敷或者是服药来处理 那冷敷呢 就是为了避免让它脚多的出血啊 导致一些疼痛 那我们怎么样来操作呢 操作的步骤有四步 大约的时间一般25分钟左右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长一点 30分钟也行 那四步呢 每步大约是5分钟左右 5分钟左右 那这个操作的步骤啊 同学们可以先截屏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屏来观看 在这里呢 我们重点说一下 第三步啊 点推 痛区上方 一到两个痛点 渗透不过筋 这个痛点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痛区 上面一至两个痛点 这个痛点呢 也叫也是我们的治疗点啊 这个治疗点呢 在这里 这是介老师做的笔记啊 拉过来了 那我们 首先中间这是督脉 督脉呢 就是脊柱正中线的位置 这是督脉 然后 再往这个位置 是盘光晶一侧线 也就是盘开1.5寸 然后 在它竖极其正上方 贴近于竖极其正上方的这个位置 在他们中间 在这个位置呢 是 我们 不是完全贴着 我们说滑脱加几穴 盘开0.5寸 应该是0.75寸 这个位置 中间正好凹陷这个位置 这一条线上 你找到的这个治疗点 这个治疗点在哪呢 一般 这个病人 急性痒有上的位置 多多在哪 在我们的 第12胸椎 第1腰椎 第2腰椎和第3腰椎 在这片区域 一般集中在腰的上半段 更多一点 在这片区域的位置呢 再向上 2到3个椎体的距离 椎骨的距离 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痛点 也是我们找到的治疗点 注意 这是我们疼痛的区域 这是痛区 这也是 肌肉拉伤的位置 我们不操作痛区 我们操作它上方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治疗点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治疗点 在肚脉和膀胱经 一侧线 中间的这个中线 然后在痛区 在它肌肉拉伤 疼痛的痛点的位置 痛区的位置 然后上方2到3个椎骨的距离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治疗点 有的时候呢 再往上一个椎骨 还有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做两个 都可以 操作手法都在这 我们呢 下面给同学们来操作演示 我们找一个模特 找个模特 找个模特 嗯 行 找这个 那我们 找模特的时候呢 先给同学们说一下 第一个 掌推 用手掌推 我们的膀胱经 膀胱经一侧线 我们膀胱经有两条侧线 膀胱经两条侧线 一个是我们的旁开1.5寸 另外一个侧线呢 就是旁开 三寸的位置 是二侧线 这个 我们要做的是 一侧线 嗯 趴在床 嗯 直接把那个架子支在那就行了 你这样举着去 能举住了 嗯 好 那 首先 第一步操作 掌推 膀胱经一侧线 从上往下 用我们的手掌 去推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 融式基础手法 咱们前面讲到过的 这个推法 这个推呢 是一个梳理的动作 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常常用于 推拿的开始 或结束 进行一下舒缓 那开始呢 就作为是 我们要开始推拿了 舒缓 最后说尾呢 那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完了 这个推法 我们用一个手 扶住他的上面的衣服 啊 这样呢 要不然这个衣服来回扯着人家 衣服往上 顿啊 顿着尤其是有的 这个力度又偏大一点 摩擦力又大 扯着人领子 勒着人脖子啊 那就非常不好了 要注意 我们要按住他的衣服 然后用我们的手掌去推 从上往下推到膀胱经 一侧线 注意 我们这个力度 不需要渗透 我们要求 不用渗透 就是轻轻的推就可以 就是在他的皮上推 OK 在他的皮上推 不用渗透 然后 膀胱经 从他的背部啊 推到他的腰底部 推一侧 感觉到一侧 有微微温热的感觉 OK 再推另一侧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个 另外一个动作的要领 就是 我们讲到推法 推法在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这个手指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推动的方向 这个四个手指 都是向下 然后 注意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我们手指 不要这样 不要用虎口去推 这样的手 是不是就朝向 就朝向外侧了 注意不要啊 我们向下推 OK 这个手指就朝向下 这样推的时候 一个是比较轻松 二一个呢 是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这个 舒适 放松 舒缓的效果更好 我们要注意 向下推 OK 我们的手指就朝向下方 推动 三到五分钟 当然我们也可以交替了推 这边推一分钟 这边再推一分钟 不需要伸透 就在皮肤上 就在皮肤上就可以 好 OK 我们是推的 防光经 一侧线 后面第二步 三指推 都脉 从下 往上 第二步 推的是 都脉 从下 往上 从哪开始推 从它的臀钩的这个位置 然后往上推 从臀钩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的 发疗区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从这个位置 然后三个手指 三个手指正好放在 它的 中指正好放在 它的督脉的正中间 然后呢 两个手指 就贴着它的两边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因为这个督脉 我们正好推的时候 是在它的 这个骨头突起的位置 这个骨头突起的位置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个镜头 有点闪动 是吧 那我们呢 在推的时候呢 其他两个手指 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然后三指 督脉向上推 推的时候呢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渗透 有一点的渗透 推到哪 推到我们的后背上方 然后从下往上 稍有渗透 这个力度呢 要比刚才要大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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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稍慢点 如果我们力度控制的好 你可以快点 如果你感觉需要稳一点 那你就可以慢一点 这个力度呢 比刚才要大一点 稍有渗透 这个时候呢 稍有渗透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力度渗透到皮肤的 刚渗透到皮肤的下面 这就是我们指的稍有渗透 这就是我们指的稍有渗透 操作多长时间 三到五分钟 好 OK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第三步 点推痛区 上方 一到两个痛点 这个 为了让同学们学习的 这个 更好 那我们呢 需要在这个模特身上 画一点线 这当然我们这个模特 每次当模特 人确实不容易 还得给我们奉献一下 那我们呢 画线 一般腰部疼痛的位置 都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腰的上半个区域 都是在腰的上半个区域 下半个区域的比较少 上半个区域哪一块呢 这片区域 这片区域是它的痛区 也就是常常说扭着腰 趁着腰 哪块疼啊 就这一片 就在这片区域里面疼 你有可能是一个点 一般都是一个点 有可能是一小片区域 那都在这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痛区 这一片我们是禁止操作的 不操作局部 我们操作哪呢 操作向上两到三个追谷的距离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从这儿 这是第一个追谷 往上 这是往上一个追谷 两个追谷 然后三个追谷 在这儿 我们会在这个位置 再向外侧 外侧 在没有到它的膀胱 那一侧线 也就是在中间 正好在这个凹陷的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呢 能够找到 有一个 调索节节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特别的紧 那在找到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手法操作 这样这个角度会更好一点 OK 好 这个点在哪呢 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当然 你如果不太确定的话 两个点都做 要不然就做三个点 你把中间这个空隙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做 做成三个点 这样 真的肯定没跑 那怎么做 让我们的 不不不不不 对不对 这个 我在说的时候 没点对 同学们 这个我的事物 我的事物 然后看 我们是坐在它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的问题 然后呢 在这 或者是在这 啊 在这个位置 他在转呢 看看 他一会儿就转过去了 你看有没有发现 他慢慢来转 要不然就回一下 然后 在我们的脊柱和膀胱的依侧线 它们中间的 中线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找到两个点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点上 怎么操作 然后 用我们的 大拇指 我们的大拇指呢 压到 这个点上 压到这个点 然后 让我们的另一个手 另一个手呢 掌根 掌根 这个位置 我们的大手指跟小手指 微微的弯曲 中间是不是有个凹陷呢 让这个凹陷的位置 正好 贴住我们的 大拇指 这个位置 然后呢 看 这个位置 然后呢 让我们的中间凹槽这个位置 然后 压在 这个大拇指的上方 这样呢 力度就更稳 而且 更渗透 我们在操作它的时候呢 效果就会更稳定 那当然为了 让同学们观看的更仔细一点 我这个手呢 压在这儿 但是我把这手拿起来 拿起来 怎么做 看啊 下压 下压 压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感觉这个位置啊 比较深了 啊 接近这个调索 跟这个打结的这个位置 然后 我们在这个层次 这个深度 然后让我们的手指 去旋转 旋转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快 越转圈 转过了这个 这个肌肉 外侧的这个竖脊肌 啊 去越过去 过这条筋了 但是 注意 我们不要过这条筋 我们下压的时候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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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旋转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位置回来 然后 再下压 再旋转 注意 我的手是一直压着的啊 为了两样同学们 更好的观察啊 下压 然后下压 然后旋转 啊 快过筋了 OK 收回来 啊 那 这个位置 再操作 操作三遍左右 当你感觉在下压的时候 一旋转 感觉这个筋呢 有一个节 那个节打开了 啊 突然就松开了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个位置操作结束了 啊 也就是我们操作到位 那 再 往上啊 我们还可以再找一个点 这个点呢 我们 再往上 一个 追谷的距离 也就是大概两厘米左右啊 这个时候呢 用我们大拇指点住 还是重复前面的操作 大拇指先下按 啊 按压 按压的时候呢 再让我们的另一个手掌根压住 然后下压 旋转 旋转 缓慢的旋转 缓慢的旋转 OK 旋转 不要越过中间的根筋啊 然后再收回来 然后我们再操作第二遍 缓慢的操作 好 然后再收回来 然后再操作一遍 然后再收回来 那这样呢 就对这个治疗点啊 我们进行了操作 注意啊 渗透旋转不过筋啊 渗透力要强一点 尤其是找到他有节节有调缩的地方 刚才我们这个模特在这个位置啊 他是有点调缩的啊 做完之后呢 比刚才要松一点啊 但是我们我们这里治疗的是急性交流伤啊 那针对这样操作 第三步 我们就操作完毕了 我们下面再进行第四步操作呢 就是 掌推膀胱经一侧线 从上往下 这个时候 回到了我们的第一步 但是跟第一步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渗透 有渗透 这个时候我们的力度就要渗透到他的肉的下方啊 不是皮的下方 是肉的下方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手掌 这个这个太 弄正正一点 然后我们用手扶着啊 他的衣服还是一样啊 然后呢 用我们的 往这边点 往这边点 对 往这边点 好 让我们的手掌跟啊 贴着他的这个盘光线依侧线 OK 向下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力度就要大一点 要有渗透 渗透 这个时候就有明显的热感 这个热感能够向下去穿透 操作时间还是一样 三到五分钟 然后另外一边 我们也进行同样操作啊 旁光线依侧线 我们要知道有两个旁光线依侧线啊 左右两侧都要做 OK 这样就进行了我们的四步操作 这四步 每步都有每步的特点啊 刚才我都已经讲到了 OK 把这个镜头打过来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第一步啊 回顾一下 掌推 旁光线依侧线 从上往下 注意 从上往下 没有渗透 就在皮上做就行 第二步 督脉三指推 从下往上啊 稍微有点渗透 它的意思就是 做到皮的下面 浅浅的时候啊 皮的下面就可以 然后第三个 点推痛矩上方 一到两个痛点 也就是我们的治疗点 渗透 这时候要求渗透 不过筋 不要越过中间 数据基金那条筋 然后操作三到五分钟 当然 我们在下压的时候 要缓慢一点啊 中央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操作 五遍啊 八遍都可以 那最终的目的是 要把这个筋呢 给啊 不是这个筋啊 就是在这个治疗点上 你感觉到 给它做松了就可以 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第四个 掌推盘光晶 一侧线 这个从上往下 有渗透 渗透的意思是 做到了肉的下方啊 那经过了这四步操作呢 我们再去询问患者 一般啊 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做完之后 能够减轻多少 一半啊 或者一半以上 就这四步操作 对于急性药纽上 就能达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啊 这个同学没有可能感觉有点吃惊啊 但是这个是经过临床反复的印证跟实践应用出来的 那我们的这套说法呢 呃 为什么还带给同学们提供这种 因为我们跟杰老师来学习 还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开店的啊 就是要不然是推拿从业者 要不然就是老板 那针对于这些情况呢 我们真正在店面运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直接给他点一个穴位 或者扎一个穴位 就能够把 急性药纽上给他治好 当然可以啊 你去让他去 给你去宣传啊 你去让他去给你去 这个传说好名声 是不是 可以没问题啊 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可以这样操作 中医是有他神奇跟独到的地方 假如说 你还想展示 我们的龙氏柔性正骨的魅力和特色 OK 你也可以把这个手法做出来 另外 单独扎一个针 是不是不太好收费 我们站在整体经营的思路上来说 单独扎一个针 收费不好收 你去扎一个这么简单的操作 你去给人收多少钱呢 不太好收是不是 所以我们给他用的时间长一点 另外我们也不累 我们在轻轻推的时候 我们也不累 然后呢 操作时间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左右 这样呢 就能够做出一次的这样的治疗 同样呢 也可以给他弄成一个治疗程 这呢 这样呢 既能够从他的标上来进行治疗 也能够从他的根本上来对他一个进行一个痊愈啊 标本兼治 不一样的方法都能够解决 结合在一起 效果会更好 而且也迎合了咱们市场的需要 那当然也是在咱们特色的手法和合适的特色血液当中来应用 当然我们用这个可以 我们还可以有很多人市面上都是这样做 尾中的刺漏放血也可以 尾中血在哪呢 在我们果窝的位置 就是果横纹啊 这个果窝这个位置有个横纹 横纹呢 它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尾中穴 在尾中穴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刺漏放血 因为我们四种穴歌当中明确提到了 腰背尾中穴 腰部背部的问题 我们可以找尾中穴刺漏放血 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当然呢 相对来说 我们前面两种比这种效果还好 那同学们可以结合来选择 你可以做完之后 你再给它刺漏放血 对不对 也可以 要注意 我们的急性药药商 在他的治疗的时候 要及时 要彻底 要积极治疗 要快速治疗 不登脱 不要说躺在床上休息 我休息就好了 那样会逐渐的 把急性病转成慢性病 那落下病根之后 你这个腰会缠绵 反复 不好治 你会发现你的腰啊 经常容易扭伤 是因为有病根没去掉 包括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有发现 很多的临床的病人 他的腰反复复的扭伤 就是有一个核心的 那么一个点没有松开 导致这个病根已经落下了 但是真正的回过头来 要再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更痛苦 而且治疗时间更长 你花的钱也更多 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急性腰纽伤的时候 给同学们讲的方法 也比较多一点 治疗的时效 可以让患者 让他躺一二半床 说三到五天 但这是很保守 躺个一天 躺个两天 完全没问题 就不用再从事 重体力的劳动和工作了 这样呢 他的恢复更快点 手法治疗的时候 注意不能够刺激量太强 也就是不能够操作局部 注意事项 不能够操作局部 注意 尤其是急性期 24小时之内 不只是我们的急性腰级伤 如果是怀关键腰伤 如果是膝关键腰伤 如果是手腕突然的挫伤 或者是顿伤 前拉撕裂的这种伤害 所有的急性期啊 我们都不能够去操作局部 尤其是还是一些重手法 强手法 在你不明确他的病因 有没有骨折 有没有肌肉撕裂 有没有肌肉冲血的情况下 你去贸然的去操作 有可能 你后面又吃不了 有很多的人 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在这里呢 也提醒一下同学们 假如说你不明确 你不要轻举妄动 第四个 注意局部防暖 局部防暖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急性期过了之后 24小时之后 缓解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腰背部肌肉锻炼 这个时候呢 把肌肉强壮一点 你平常也不懂锻炼 你是不是平常应该活动活动 然后呢 锻炼一下腰背部的肌肉的力量 需要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他的 收缩和舒张的能力提高了之后 这就不容易出现急性的腰脚伤 也是从我们说的病因上来解决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那就是 融饰柔性方法啊 给同学们分享到 好 ok